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Vex 又到星期一玩新遊戲的時候 今個星期就玩這個三角戰 它這個是一個卡牌遊戲 玩法就像德州朴克 我研究了一陣子 跟大家一起玩一下 最初進去的時候 如果人家剛剛開了局 你就還沒開始玩 接著現在我先介紹一下玩法 剛才也說過 這個遊戲就像德州朴克 外面有四隻弓牌 每個玩家都有三隻手牌 然後就找回最大的五隻 把這五隻鬥大的 最大的那個玩家就會贏 一樣是像德州朴克一樣 要落一些註碼 接著一直加碼上去 看看最初誰會贏 好了 開始遊戲了 那它那個排列就是 軍主就是最大的 接著就到軍師 接著就到武將 接著就一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 這樣排列下去 這樣一樣呢 它的玩法就真的好像車牌一樣 有銅花筍 青龍 蛇 花 你看到呢 它的角色那裡有四隻顏色 分別有紅色 綠色 藍色 和黑色 那就是等於 牌的四個花 看見到不對勁呢 就 可以 撤退的 撤退就是氣牌 因為我只有單仗 這麼久 就是只有 一隻公仔牌 那應該是贏到的 快點撤退就不用輸這麼多錢了 那還有呢 右上角這裡呢 有一個幫助的 那你可以看回那些 的不同的 不同的規則啦 那另外呢 剛才講過了 因為你初頭 玩這個遊戲呢 不知道那些牌 怎樣為之大 怎樣為之小的 那這裡呢 就有一些 示範給大家看的 那可以按回這裡啦 那另外 玩法就是 因為那些字眼上呢 跟我們啤牌 有少少不同的 那可以看回這裡呢 去了解回這個遊戲 怎樣玩啦 好啦 先出去 好吃好吃 咦 有一條龍喔 可以加馬玩一下先 看看贏不贏到先 那 反擊就是加馬啦 你可以 再加柱下去的 那我加60啦 防守 防守就是不加柱 一條龍 待命 不知道贏不贏到呢 一條龍 人家只有雙將而已 只有一對而已 那我應該贏啦 這個玩法就是這樣啦 好 再一齊玩 多個鋪給大家看啦 是 現在的雙將也是 一兩隊 即是二對 混合 因为还有花、蛇和俘虏会比我大 暂时看定点 保守点就玩得 因为未必会赢到 又是八块层,即是俘虏,所以我就输了 这次的牌很漂亮,一开手就有队了 就有一队了,看一下弓牌那里有什么牌 哎呀,会不会有蛇呢,看一下 一队,放下蛇,即是23456 哎呀,又要走啦 咦,哎呀,总之落下蛇啦,原来真的有蛇啊 看看对方是什么牌 先看,咦,它们全入了,即是 因为有斗大恶,有五呼杖 基本上我都赢不到,就算有蛇也 好啦,就可以随时出去不玩的 那呢,今集就去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的话呢 记得赞好和订阅啦 就是旁边那里有个小钟仔的 按着之后呢,就会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的啦 如果喜欢玩德州朴克的话呢 这个游戏就适合大家啦 好,下集见啦 订阅是不用付钱的 拜拜